各位好,我是彭卉鑫 今天港股的整體走勢都是比較軟弱的 早段時間來說,整個走勢稍為平開後 曾經一度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跌 跌的幅度曾經達到200點 不過如果你看回整個港股走勢在短期裏面 相信上個星期升得比較多 升了889點之後 恒至去到一條100天的延動平均線附近 這個角度還是在短期裏面有比較大的阻力的情況出現 所以才導致港股沒有辦法再進一步出現突破 不過如果你看回在現水平來說 港股的整體走勢雖然沒有辦法進一步上升 但亦都跌下去 因為我們都預計到暫時那個市只會是 繼續做一個譬如反覆上落的形態 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方向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都要看回近日來講港股的資金 流向這些重磅的金融類股份 成為推動這些金融股做好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這個金融類股份的走勢做好的下 就足以抵消了部分 中資的科技類股份的回調 其實如果看回今天來講 亦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走勢 就是中資的科技類股份來講的表現 都是一般的 例如好像看回今天來講 恆生的科技指數 最終都是稍微下跌的 雖然跌幅不多 但都顯示著整個弱勢 仍然都是在這些中資的 科技類股份裏面出現的 最後的時間來講 港股都是以下跌收場 但是跌的幅度就收窄到165點 最終來講是佈在24,218點 然後來講成交額 就轉一步是收縮到1053億的港元 比起上個星期來講 還要低的 但是就在那個資金流來講 大家又沒見到有一個比較明顯 就是流走的情況 總之一個市是跌了下來 但是仍然是有大概是10億左右的資金 是流向這個肯市的成金股 至於其他的板塊來講 始終近來升得比較多的一些 好像韓文類股份 又甚至是說這個的 上個星期下也都見到比較大幅反彈的 一些是叫做物管類股份 都是先行做回調 但是似乎大家對於一眾的 就是叫做資源類股份 仍然都是有個比較大的偏好之餘 也就是大家去對於一些的 就是中資的金融類股份 譬如無論是說中資的銀行股 又甚至是說一些的 就是中資的保險類股份來講 都還沒有一個明顯放棄的情況 短期來講 預計他們的走勢 都可以是相對穩定 現在整個大市暫且去看回 仍然都是可以在短期裡面 站住在50天的移動平均線流上 但是要突破100天的移動平均線 就相信需要有比較大的利好因素 才可以推動整個行指向上突破 以現在去看回整個行指向上 看著整個 就是由去年的2月份跌到下去 就是去年12月的低位 這個跌落總跌幅 計算是往往比率38.2%的反彈 25,900這個水平 我相信還是有機會是見得到的